滑雪女神谷爱玲获得了她冬奥会的第一块金牌 人气瞬间罢评 关于她的身世 其母亲谷燕在各种报道中出现较多 其父亲却一直隐藏在暗处 只知道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 但是随着谷爱玲在冬奥会人气越来越高 一些迹象开始显露 有网友爆料称 谷爱玲父亲是谷歌五号员工雷希德尼 雷希德尼三天前将自己社交平台账号的头像 修改为和谷爱玲小时候的合照 雷希德尼更新的个人资料显示 曾在哈佛大学学习数学 然后到麻省理工读了个计算机密码学博士 曾在谷歌担任软件工程师 在加州大学读了个MBA 1996年在萧氏基金公司 1999年进谷歌干了四年 然后当了一家科技公司的总裁 辞职后自己干了家风投 目前拥有房地产开发公司 他还是铁人三项选手业余飞行员 捐赠100万美元帮助在太浩湖附近建立公交车服务系统 最后拥有一家利斯卡尔顿酒店 据悉古爱玲爷爷也是名校生 而古爱玲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 我四岁时就可以和妈妈和她的朋友雷希德尼一起在树林间的焚雪里滑行了 可见在古爱玲的滑雪启蒙之路中 雷希德尼起到了重要作用 纪录片走进古爱玲中 古爱玲美国的房子曝光 可以看出厨房非常的大 她的奖牌展台也是琳琅满目 金牌与奖牌随意地洒落在了桌子上 理由竟是因为古爱玲懒得摆放 古爱玲所住的小区显然是一个高档小区 别墅的外部环境非常好 内部装修也是很出色 古爱玲表示 自己与姥姥妈妈和两只猫生活在一起 原来古爱玲与父亲是分居的 她每年夏天都在北京姥姥家里度过 在家里都是说中文吃中餐 了解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 她之所以选择提前一年结束在高中的课程 也是源于姥姥的建议 古爱玲在专访中多次提到 自己来自南京的姥姥身体健康 而且85岁的她现在还每天坚持跑一英里 她最爱吃的食物就是饺子 一到北京就吃饺子 在家还会和祖母一起包饺子 古爱玲用真了不起来形容对方 可见对她而言有多重要 仔细看古爱玲的成长经历 她能站上时代的风口 成为这个时代人见人爱的现象级偶像 就不能不提她那位超烦的妈妈 古艳 古爱玲的母亲古艳 本硕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工系 上学时她是北大短道速滑队队员兼滑雪教练 北大毕业后 古艳赴美留学 先后在澳本大学读了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 在洛克菲勒大学读了分子遗传学 还在斯坦福大学的商学院读了MBA 毕业后在华尔街工作 古艾玲三岁那年 古艳因为喜欢滑雪 去美国加州太浩湖的北极星度假村滑雪场 兼职滑雪教练 古艾玲耳濡目染 也受到了母亲的影响 艾玲九岁时已经横扫选美少年组冠军 十三岁第一次参加成人项目就拿了第一 十五岁时登上国际雪莲年度积分榜榜首 除了滑雪之外 她还酷爱长跑和篮球 体操 瑜伽 骑马 足球 攀岩 射箭 也是样样拿得出手 古艾玲参加越野跑 拿到了旧金山第二名的好成绩 是个全能运动少女 除了运动之外 像很多华裔孩子一样 古艾玲从小还学习了钢琴 芭蕾 声乐等兴趣班 后期室里见缝插针地弹起了钢琴 古艾玲不仅运动细胞突出 也是名副其实的学霸 在很多人眼中学体育的学生 文化课的成绩都不好 但是她却不一样 她上的学校号称是美国的人大附中 是一所重点高中 她为了专心训练 愣是用一年的时间学了两年的课程 成为学校第一个提前毕业的人 据说古艾玲每年暑假回北京 要去海淀黄庄上奥数班 来中国上奥数班 对我的学业有很大的帮助 我妈就跟我说 来中国上十天课 能顶在美国一年 接下来参加高考 更是以差二十分就满分的成绩 考上她妈妈的母校斯坦福大学 记者问古艾怎么培养出那么优秀的女儿 她使劲想了想回答 爱玲刚上学的时候 老师说不要纠正孩子的错别字 不打击孩子的创造力 少点表扬他们的聪明 多点表扬他们的努力 我就是照着这两条做的 古艾玲为中国争光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网络 确实令人感到振奋不已 但随之而来的也有争议 古艾玲出生在美国 出生后即具有美国国籍 还曾在2017年至2018年间 代表美国参加国际赛事 2019年 古艳作主让古艾玲更改国籍为中国 并开始代表中国参加各种国际比赛 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古艾玲如果是中国籍 那她就不是美国籍 奥林匹克的章程中 是允许多国国籍的运动员参与的 有记者在采访中曾问 古艾玲到底是美国国籍 还是中国国籍 古艾玲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我非常感谢美国以及美国队 因为他们一直都非常支持我 同时我也非常感谢中国和中国队 因为我在这边也得到了 非常多的支持和帮助 我觉得体育可以团结所有人 体育不需要和国籍挂关系 我们所有的人在这里 就是为了希望可以不断地去拓展人类的极限 滑雪在美国是普遍项目 美国不缺滑雪冠军 竞争多对手多资源 要想出彩谈何容易 但在中国滑雪作为弱势但新兴的项目 国家层面给到的资源 肯定眷顾这个独生女 更何况北京是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国 为了储备冰雪人才出台了规划政策 这对运动员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另一方面 从商业角度来说 古爱玲身处在一个顶级体育偶像真空的时代 姚明 李娜 刘祥 林丹 银领的时代 已成为过去时 朱婷和张伟丽都处于运动生涯的波谷 全红蝉 杨倩虽有热度 但还够不上衣解 而古爱玲所在的自由式滑雪 因姿态优美 活力十足 备受年轻人追捧 她本人是夺冠大热门 又加上颜值高 还有学霸人设 简直是前无古人的优质偶像 2022年北京冬奥会最火的体育明星 非古爱玲莫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古爱玲几乎是北京冬奥会的形象代言人 最近街头巷尾打开APP都是古爱玲的形象 手持瑞幸小蓝杯对着你微笑 身穿紫色旗袍给京冬代言 还有运动饮料红牛 国产乳液猛牛 运动眼镜欧克力等等 整个2021年 古爱玲新签的代言及其他商业合作数量 接近20个 个人收入有可能突破2亿元 古爱玲不仅能代言运动品牌 在时尚领域也非常有说服力 要不是双减 她的学霸人设代言个学儿司也不在话下 值得一提的是 古燕也没有为了女儿放弃自己的事业 是个事业与带娃坚固的狠人 爱玲说 母亲和外婆对自己影响巨大 她说 外婆和妈妈是自己最崇拜的女性 非常自信 非常勇敢 非常有力量 闪闪发光的古爱玲 究竟是如何兼顾学业和滑雪的呢 她甚至睡觉时间也比别人更多 据说高达12个小时 她如何高效完成这一切 古爱玲强调 在做其中任何一件事时 自己都会尽力保持专注 高效的完成后 再干净利落的切换到下一件事 古爱玲还是个女权主义者 她是很多女孩的榜样 她曾说 我希望看到更多中国女孩思考她们以前不曾想过的机会 我们都曾经是被胆怯包围的小女孩 现在我想在山上看到更多勇敢的人 她说 滑雪是我生活的很大一部分 但是我的生活不是全围绕滑雪 我希望自己80岁的时候回到17岁 想起来的不是哪一次比赛没有赢 而是我一直都享受我选择的生活 短短几日 18岁的古爱玲成了世界顶流 她的优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在国内掀起了一波超级偶像的浪潮 也实现了商业价值的爆发 有人算过一笔账 2021年至今古爱玲签约20个品牌 按照单个代言200万美元估算 过去一年古爱玲光代言收入就已超过4000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超过2亿元 这还只是冬奥会之前 不难预见 比赛结束之后 这一数字还将陡峭增长 难以估量 巨大而全面的成功 也将大家热切的目光引到了她的家庭 古爱玲爸爸是美国人 毕业于哈佛大学 来自南京的外婆冯国珍 来自上海交大 曾在原交通运输部提改司 担任高级工程师 来自上海的外公 也是中国名校的足球主力 还擅长绘画 诗 琴 游泳 滑雪 爷爷也是斯坦福的毕业生 古爱玲的母亲古燕 也不是平凡角色 古燕爱好滑雪 曾是北大短道速滑队队员兼滑雪教练 今年冬奥会 古燕还入选了自由式滑雪大跳台 及破面障碍技巧队管理人员名单 古燕是名副其实的学霸 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生化专业 以第一名的成绩 成为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家 沈童的关门弟子 22岁时 获奥本大学全额奖学金赴美继续深造 获生物学硕士 还曾担任美国洛克菲勒大学 休斯医学院生物遗传实验室主管 不久后 他觉得科学做到顶层也是商 也要满世界找钱 转而在美国斯坦福大学 攻读MBA 斯坦福对古燕影响至深 和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一起学习 让他看到了天外有天 了解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是怎样思考的 他曾在采访中表示 上斯坦福的MBA 是我一生给自己最好的投资 当身外的财富都丢了 他赋予我的才能是拿不走的 毕业时古燕是全班获得工作机会最多的学生 拿到了12家金融机构的offer 如果放在生物医疗爆发的当下 生物专业背景也是很大加分项 属于VCPE会重金去抢的那种富和人才 古燕女士入行风险投资行业很早 大约在1993年和风头女王徐欣时间相当 若从时间来看 说中国初代VC也不为过 在华尔街 古燕展露了投资才能 在投资公司美元债务衍生部 他曾进行一笔13亿美元的交易 被华尔街日报称为 能晃动地球的金融专家之一 古燕还曾供职雷曼兄弟 处理公司上市合并借贷等交易 1993年 他成功对中国运作了一笔 两亿美元的贷款 开创中国金融界 在美国华尔街进行商业贷款的先例 从那时起 他开始关注中国的风险投资 1994年 美国科技投资 与古燕合伙创办了 风险投资公司东方博伟 出资人还包括 北京市经贸委下属公司 百福国际集团 东方博伟希望将国外成功的 先进技术和管理引入中国 为发展中国民族高科技工业做贡献 在中国开创出一片 风险投资的新天地 不过 该公司在1997年 就吊销了营业执照 之后 古燕消失在公众视野 培养一个滑雪运动员 是一笔极为昂贵的支出 不仅要支付教练的费用 还要支付飞到全球各地 参加比赛的旅行费用 鲜少家庭能做到 但古燕可以 古燕曾是华尔街的风云人物 做投资是他擅长的工作 据人物报道 古燕现为富有人investment 在中国的私人投资者和专家 翻看古燕为数不多的报道 还是可以观察到一些优秀投资人的特质 和堪称前沿的理念 一是 全局能力 这一能力几乎是当代投资人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比如创办美国科技投资公司 向风险资本上属空白的中国市场做投资 这是由古燕向美国风投家先头提议的 之后 古燕又动员了一批留美人才回国 共事团队包括 微软前技术专家和国际信息技术专家等 先进的动作背后 一定有更先进的理念之称 古燕当年的一些理念放在今日仍然通用 比如对人的倚重 当年采访问及在中国搞风投最难的事情 古燕的回答是人 他说 风险投资对人的素质要求很高 要有科技知识管理能力和金融运作经验 当年在北京招聘员工 一千人才挑出一个 再来 古燕拥有前沿的国际视角 承认知识和科技的价值 这都让他看得更远 比如早在97年的报道当中 古燕就曾提到一个癌症新药的投资案例 七年没有利润 但股票还在涨 原因是 这种药一旦进入市场 每年将拥有十几亿利润 这样的资产持有心态 放在当下仍是一个市场教育的过程 他还深入研究硅谷 从不同地区的市场洞察到机会和价值 从一开始他已经注意到 美国资本充裕 但缺好项目 中国市场正值经济迅速增长 但缺乏资金和技术 牵头成立美国科技投资公司的初衷 就是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结合 试着创造中国的硅谷 公开资料到这儿戛然而止 如果谷燕女士坚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中国VC投资人名册 大概率会有她重要一席 有观点认为 谷燕最成功的一笔投资 其实是谷爱玲 毕竟谷爱玲的商业价值正在惊人爆发 我们可以从谷燕对谷爱玲的培养中 汲取一些投资思维的可取之处 比如最优化的资源配置 得益于中国和美国双重血统 谷爱玲在滑雪运动更先进的美国接受训练 在教育培训更完备的国内刷题补课 在国家储备冰雪人才出台政策 中国体育偶像断层之际果断回国报到 或许出于吃不到葡萄的心态 有人诟病这有投机色彩 但谷爱玲确实因此得到了先进的滑雪训练 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掌声和商业价值 无可厚非 再来是求胜心态和稳定情绪的平衡 这一特质放在商业世界和日常生活同样适用 谷燕的求胜心态早有锋芒 一场面试时他曾对总裁说 不要因为中国现在经济状况好 因为我是中国人而聘用我 首先我是一名优秀的银行家 我要到最好的纽约办公室工作 从事竞技运动的谷爱玲更是如此 还时不时上演女王行为 不久前一位冬季运动分析博主 发布了一段谷爱玲冬奥预测的视频 初衷是希望大家降低对谷爱玲的期待值 不要以三斤来要求谷爱玲 这个保护性预测被谷爱玲本人看到 他评论 你为什么对我没有信心 并配上哭笑不得的表情 过度求胜之心容易让人失衡 在内卷的环境尤其如此 在谷爱玲的纪录片中 谷燕永远是个情绪稳定的妈妈 谷爱玲发烧受伤状况频出的时候 她都非常冷静沉着应对 如果我们不用投资视角看谷爱玲的培养 一个小插曲展露了这个超人妈妈的 亲情弱点和人味 2月8日 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比赛来到第三轮 谷爱玲想尝试一个从没试过的高难度动作 赛前她给妈妈打电话 妈妈劝她不要冒险 做个安全动作就可以 但谷爱玲没有听妈妈的话 决定挑战自己 最终完美夺金 假设用投资视角来看 最决定性的一跳 按理可以去博最顶级的回报 这是上限最高的选择 但在最后一条的选择上 谷爱玲的母亲给出的建议是保守的 这种保守是来自亲情经验策略等多层复杂因素影响下的结果 但谷爱玲选择的是更高难度的技术动作 更难也是她经过选择的结果 背后的驱动因素是勇气 但勇气背后呢 我们可以认为有担当技术自信这些因素的支持 但更重要的是自由 是母亲教练团队在培养过程中给予的自由意志 这一点才是另一位顶尖人才 获取当下一次顶级成功的 最不可或缺 无可取代的要素 中国的奥运明星是个美国人 这是谷爱玲夺冠后美国CNN的标题 著名的美国右翼媒体福克斯新闻的主播威尔凯恩 在他主持的新闻栏目中气急败坏地说 谷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他背叛了养育他 还给他变成世界明星的国家 他为了赚钱背弃了美国 这是可耻的行为 赛后记者会上英国卫报记者提问 首先祝贺你今天表现很好 你表达能力很好 能让中美两国的每个人都很高兴 如何实现这种平衡 特别是你在社交媒体招致了一些批评 尤其是在美国 谷爱玲则坦诚回应 我觉得我并未想要让所有人满意 我只是一个18岁的女孩 我只希望可以享受自己的生活 事实上我并不是很在意别人是否满意 因为我在尽力做最好的自己 我也在享受整个过程 我用我的声音在与我相关的领域带来尽可能多的积极的改变 我知道我心地是善良的 我也知道我做的每一个决定是基于共同利益 我觉得会带来更大的好处 如果有人不相信这就是我的初衷 那这只能说明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同理心去理解别人的善意 因为他们和我有不同的价值观 谷爱玲还强调 所以我不打算浪费时间在没有受过足够教育的人身上 他们可能也永远不会体验到 我有幸每天感受到的喜悦感激和爱 如果有人不相信我或者不喜欢我 那么这就是他们的损失 他们也成不了奥运会冠军 而提出上述问题的英国卫报2月8日发文 中国拥抱双文化之星 谷爱玲夺得奥运金牌 提及谷爱玲当天记者会的回应时 写道直率的令人印象深刻 在2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有外国记者提问 谷爱玲怎样看待自己国籍问题 谷爱玲回应称 我非常感谢美国以及美国队 因为他们一直都非常支持我 同时我也非常感谢中国和中国队 因为我在这边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支持和帮助 我觉得体育可以团结所有人 体育不需要和国籍挂关系 我们所有的人在这里 就是为了希望可以不断地去拓展人类的极限 中国法律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 最近谷爱玲的主赞助商之一 红牛在公司网站上说 15岁时出生于美国的谷爱玲 决定放弃美国护照加入中国国籍 以便在北京代表中国参赛 因为中国法律不承认双重国籍 2021年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 她说 我这个外形和说话的方式是完全的美国人 没有人能否认我是美国人 当我去中国的时候 没有人能否认我是中国人 因为我中文流利 对这里的文化也很熟悉 也完全认同中国人的身份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向英国BBC表示 谷爱玲肯定需经过规划入籍或者在中国得到永久居留权才能代表中国队参赛 代表中国的女子冰球选手中有13人都是规划 其中10人长期住在美国与加拿大 这是日本女子冰球队在输掉中日之战后写下的数字 并且将之称为冬奥会上中国为发扬国威而组建的急躁球队 实际上13名所谓的规划选手中只有米勒和利贝卡是非血缘规划 其他的11人都有中国直系血统 比如中国的明星门将周嘉英的母亲是中国人 父亲是加拿大人 陈提亚的祖父是来自中国 他母亲是位华裔 而2019年那支帮助日本获得荣光 甚至得到了日本天皇接见的橄榄球队中 31名选手有16人出生在国外 9人以前是非日本国籍 包括韩国人居治员在内 有7人是非血缘规划 所以日本媒体在这个报道上充满了双标 其实冬季奥运项目的选手改变国籍 或者拥有双国籍参赛的情况非常普遍 在本次冬奥会上 有19个国家只有一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他们中有很多人是有着奥运梦想 所以改变了所代表的国家 才前来北京的 像谷爱玲一样 转变国籍参赛获得奖牌的选手 也同样存在 比如在短道速滑 2000米混合接力中 帮助匈牙利队拿到铜牌的 约翰·亨利·克鲁格 上届平昌冬奥会代表美国参赛 他甚至还因为获得银牌进入白宫 接受了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接见 当时特朗普对他强壮的腿非常感兴趣 还对此发表了一番称赞 但是两个月后 克鲁格就表示 自己已经更改国籍到匈牙利 因为这里可以给自己提供 所需要的训练条件和生活 他在2018年4月30日 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我需要一个职业训练的机会 我不希望继续代表美国参赛 而导致我的家庭破产 谷爱玲确实是在美国打下的滑雪基础 但是她也有着母亲的中国基因和家庭教育 谷爱玲当然不是中国培养的 但硬要说是美国国家培养了她 其实也有点牵强 事实上 自由式滑雪本来就是这样 大家都有自己的教练 基本都是自己训练自己 不存在说什么国家培养 2019年6月6日 只有15岁的谷爱玲正式表态代表中国前 她实际上只参加过三次国际比赛 拿到过一次价值并不高的 世界杯分战赛 泼面技巧的冠军 正是发现了谷爱玲年轻和强大的可塑性 缺乏滑雪明星的中国才很快动手 邀请谷爱玲复级代表中国 就此 她成为了14亿人的雪上公主 过去三年 谷爱玲一直在中国体育资金的支持下进行备战 和美国奥委会的拨款没有一美分的关系 而谷爱玲真正出名并人气爆发 是因为在2020年轻运会上代表中国参加了三个雪上项目 在U型场地赛、大跳台赛和泼面障碍技巧赛上获得两金一银 那之后 她才成为了中国商家的真正宠儿 变成了中国体育界的吸金女王 确实要承认 谷爱玲的成功是其母亲的个人家庭投资 在美国的群众体育上为谷爱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但是 随后真正成为世界级选手的提升 是中国国家体育资金详适介入支持的结果 美国媒体在酸碱值不平衡后 更应该想想 他们在15岁的时候关注到了谷爱玲吗 为什么自己留不住这样的人才呢 你还是美国人吗 你怎么处理你的国籍问题的 在首钢大跳台的发布会现场 一位有些秃顶的外媒记者将这个问题抛给了谷爱玲 我在中国长大 每年在这里度过25%到30%的日子 我的家人来自北京 在北京生活了很长时间 实际上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这座跳塔 如果站在上面的话 你能看到我的家 所以我觉得回来就是来外婆家吃好吃的的感觉 我在美国的时候是美国人 我住在中国的时候是中国人 我非常坦率地表达了对美国的感谢 我不觉得我利用任何一个国家 因为他们都非常支持我 最后我们说回福克斯的这段发言 在母国长大 用母国的资源 结果为了钱去另一个国家发展 这是可耻的背叛 这怎么听都不像在描述谷爱玲 而是在描述千千万万移民美国的精英呢 现在的美国人网上属时代 基本没谁不是移民的 然而美国现在一部分人 觉得自己是旧移民 所以要排斥新移民 而福克斯为了获得这些旧移民的支持 所以就顺着他们的思路往下讲 真不愧是福克斯啊 现在有一些生活在美国的亚裔反唇相机 从小我就听到那些歧视的声音说 滚回你的国家去 咋现在真的有人回到他国家 拿了奥运金牌 你们又疯了似的骂他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古爱玲给在美国的少数族裔 给全体运动员 给全体女性带来的激励和鼓舞 远比纠结 她到底是哪国人来得大 感谢观看